我跟我前击离婚有强劲一年了 他现在跟我说他想复婚 他想复婚 但是要我拿20万块钱给他 我真想不出来 为什么复婚还要我拿钱给他 他说他现在在外面 去外面相亲 有人愿意给20万给他 愿意给他20万彩礼 然后他说问我 我愿不愿意给20万 如果愿意给那就直接跟我复婚了 不嫁就跟别人了 他这么说的 但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但是我怎么又感觉不太行呢 复婚难道是为了钱的复婚吗 难道是为了钱才嫁人的吗 难道是不跟我结婚 然后他就为了钱要去嫁给别人吗 难道他这一生就没有爱情吗 更何况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没有感情也有金钱了 小孩也有了 而且小孩呢都在我这里 我自己带的 难道他就不想着回来 跟我复婚 然后照顾小孩 照顾家庭 有个幸福的家庭吗 哦 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相亲 别人愿意给30万 愿意给20万 也问我要20万 才愿意给我复婚 这是什么逻辑啊 确实啊 我这个情况 一个离婚的男人 带一个小孩 在外面娶老婆 确实不好娶 愿意给别人20万 可能别人都不愿意嫁 确实 确实有这种情况 更何况呢 娶老婆 不好娶 在外面 找女人真的不好找 因为现在很多的女人呢 早就嫁出去了 剩下的呢 都是彩礼特别特别高的 很高额彩礼的 但是我在想啊 我前期问我要20万 也很高啊 我感觉我都可以 再举另外一个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20万呢 为什么要这么多啊 又少一点不行吗 他说别人愿意给 那如果我也愿意给的话 优先跟我复婚 那他怎么不想想 愿意给他20万的人 是不是有钱人呢 是不是啊 有可能是有钱人 才愿意给他这么多的吧 如果不是有钱人 谁给得及啊 20万 更何况他离过婚 他给别人生过小孩 是吧 我老婆他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 但是呢他问我要20万啊 我真给不了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所有的收入都花在这个家了 花在他的身上和小孩身上 基本上都这样 他怎么还有两份 我要20万啊 想复婚 难道就不能这样子直接复婚吗 还说什么钱啊 多伤感情啊贪奸 我就想让他能复婚 就早点复婚 别搞什么钱不钱啊 然后未来钱嫁去给别人 做钱的努力 哎 干嘛做钱的努力啊 不要动不动就做钱钱钱的 赶紧复婚 然后回来 我们过一家三口的幸福日子 是吧 毕竟我们有小孩 我们有曾经的爱情 我们有曾经的故事 是吧 没有爱情也有心情了 老婆 希望你看到这条视频 然后你就早点回来吧 好 好